在竞争激烈的养鸡市场当中 业者透过了密室养殖场的自动化和机械管理方式 一方面可以透过革新养殖技术 减少机制患病和环境污染之外 另一方面也能够降低人力成本和增加机制的产量 在霹雳曼容有170多户养鸡农户 与大型的企业合作 以互惠互利的方式来撑起养鸡烈 今天的《曼容线系列报》专题 带您来了解一二 20年前从父亲手中接过养鸡业的林若华表明 新冠疫情对养鸡行业的冲击不算太大 他先是减产大约30% 然后顺应市场的波动调整产量 如今养鸡行业通过机制交配和营养饲料 大幅度地提高机制的存活能力 每30天就能洗货收成 他们会选最好的基因 就是最大只的公鸡 最大只的母鸡 他们就交配的话 它这个成长率是很好 还有这个食物营养的那些formulation 他们也很先进 因为现在读营养学的这些科学家都 很认真的去如何把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制造更大的这个财富 霹雷曼溶建养鸡业的成功模式 主要是因为采取了以大代小以小工大的方式 小农户自建机社企业提供小鸡鸡鸡鸟和农药 等待机制养大后由企业负责销售 鸡农从中赚取管理养殖场的利润 这种双营模式也渐渐淘汰原本的陆地养殖场 改做密室养殖场 当然这种营运模式 除了免除野鸡和四角蛇攻击机枝增加产量之外 也能透过自动化操作分配饲料和水源 能降低人力成本 工人我们全部都用自动化 工人可以用的比较少 因为养殖业方面 功能也很重要 他们的管理数字 如果一有差错的话 选择是很大的 因为毕竟这个蜂蜜式的 我们现在的鸟都养得很密的 一个鸟可以养四十五千只鸡 传统的那些鸟千多两千只 现在是改了这个蜜式的全自动化 水料都自动化 功能可以省很多 实际上这种全自动化 密室养殖场的电费 比传统养殖场来得高 平均每只鸡的电费成本 大约近于十五千到二十千之间 不过密室养殖法 可以大大减少气候对鸡汁的影响 也能保证肌肉的质量 没有电质系你们俩